不输给国外 台湾呢有很多的民俗传奇哦 像是现在九天 维系九天的民俗记忆团 他们呢就是有十多名团员用七天的时间 扛着重达17公斤的三太子 要和超偶的 要和这个超级的 这个超马的明星林逸杰 一起横跨250公里的沙哈拉沙漠 支持民众夹到欢迎 九天民俗记忆团和超马选手林逸杰 完成横跃萨哈拉沙漠的创举 回到台中市政府前 先带给所有观众九天著名的几股表演 团员打到连鼓棒都断掉 在这之前他们可是在七天的时间内 克服萨哈拉沙漠的恶恋环境 所有团员轮流扛着重达17公斤的三太子神偶 徒步横跃萨哈拉沙漠250公里的距离 二十几国的选手看到我们扛着太子的时候 是在把我们笑 他认为我们华众取宠 认为我们是神经病 选手的运动跑步就好了 干嘛还背个十几公斤的金的太子 曾经不被看好 九天民俗记忆团以坚强的耐力和毅力 成功征服萨哈拉沙漠 团员们的故事感动了冯凯导演 打算拍成电影 镇头这个文化应该是全世界 台湾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那然后他一个如何把它从一个行动的 街头的艺术把它变成能够登上 国际的殿堂 然后升上国际的舞台 这也是我这个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元素 九天民俗记忆团光荣返国 三太子横跃萨哈拉沙漠的创举 也成为台湾之光 预计明年春节就能在电影院 看到九天民俗记忆团的感人故事 三日新闻 罗安林张展志 台中报道